中国大陆当局周四 将开定选拟重庆前市委书记 国际来之妻谷开来 涉嫌上海印商海武德爱 谷开来儿子博呱呱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他已向母亲的辩护旅居团 提供一份证人陈述书 但并未严明陈述书内容 中国大陆跨栏网刘翔 今日在伦敦奥运预赛中叠上退出 之前大陆有微博早已预测 刘翔会出现这种状况 作者是 网络属明背包的女人 内容写着 昨晚做梦梦见刘翔受伤了 再跨第一个来的时候绊倒了 然后他为了不再像2008年那样被人骂 拐着角挪到了终点 这条微博 今日上午11点11分贴文 与六个小时后刘翔的遭遇相似 因此引来大批网友转载和热议 香港民间社团成立的 香港独立媒体网 8日下午1点20分 遭自民假扮捐款者的载徒入内破坏 根据该网站贴文表示 解脱用铁锤破坏三部电脑及一部电视 之后从楼梯离去逃逸无踪 这是该独立媒体办公室2006年成立以来第一次遇袭 新闻城报日前报道 作业枪手是上海大学生暑假期间的新型产业 在网路上已经有具规模的代写服务 按不同年级、科目、密码标价 甚至提供团购 主要求短时间内完成 按极限程度加收费用 例如三天内取件加收100元 新唐雅台电视总理报道